哈喽朋友们有很多朋友不相信这个墨鱼身体里面真的有墨汁 咱们今天为了证明一下咱们深度给这个墨鱼切开以后取出这个墨鱼的墨囊 进来老铁如果你手机还有电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了个红心 就是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墨汁 点个双击加关注 看我今天晚上十点左右直播了 哈喽 来吧兄弟们 这是咱们今天赶海的时候 在海边捡到的一个出生自在三级头盔的海鲜 听海边的老渔民说 它的血液是蓝色的 特别珍贵 比黄金还要贵 进来老铁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这种东西的话 麻烦给老铁点两个红心 喜欢赶海的记得加关注 看我今天下午六点半左右 来吧老铁上次抓到的那个大巴掌鱼 有特别大的朋友和我说 你都拽不出来我肯定不能给你双击 我这为了老铁们的双击连手套都没有了 在这零下十多度的天气里给它拽出来 不知道能不能换回老铁们的双击 进来老铁能不能给个双击 喜欢的朋友加关注来看我直播 你也知道无其不有 就像我手里的拿着这条鱼 他一出生他妈妈就告诉他不要和我比懒 我懒得和你比 他是鱼类最懒的一种 他经常欣赴在楼船的底部遥游世界 点亮家的小帅哥都有那么的双击 为什么我这个小抽带没有 能不能点亮看核心加关注看我干 哈喽朋友们 夏天到了天气这么热 在沙滩上暴晒的巴掌鱼 他总会找到有冻的地方往里面钻 他也知道凉快 咱们在沙滩上发现这样的冻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用体脑才干出来 肯定会有收获的 进来老铁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加关注看我十点半 赶快走啦